MIRROR紅館演唱會上週四、28日發生巨型屏幕 墮下擊中舞蹈員事故 由康民處助理處長領導的工作小組 今日首次開會查找邵恩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 調查將分階段進行 期望一至兩週可以找出初步事故原因 亦會與警方互相支援 楊潤雄在電台節目說不同部門正展開調查 警方昨日到紅館首證 勞工處調查僱主有沒有適當保護員工 康民處會負責找出事故原因 以及改善將來舉行的演唱會流程 調查包括事故是由人為疏忽所致 亦或是機關出現問題 目前不宜估計哪一個人或機構需要負責 否則會造成不公平或影響日後追究 他說明白很多市民想知道事故原因 但要根據事實和科學 完成調查後再決定責任誰屬 我们下期再见